健康動物銷的時間 又到了健康動物銷的時間 大家好,我是郭德欣 繼續跟黃醫生和各位導致談談 如何可以更好 在食療方面入手 幫助考生更好應考 黃醫生說持續的高溫天氣 又高強度的高溫天氣 很複雜,其實很多考生都挺辛苦 所以很多時候都會出現 像頭暈、失眠、沒有胃口、疲倦 很多家長都很擔心,有甚麼辦法 這時候家長的苦惱 在於如何給孩子補充營養 增強腦力 今天我給大家帶來一個 既緩解疲勞 又可以增強肌力的食療貪荒 抑制桂仁湯 抑制桂仁湯的材料有抑制人10個 桂仁肉20克,蓮子15克 瘦肉150克,山薑3片,紅棗5隻 先將瘦肉洗乾淨,切成小塊狀 抑制人桂仁肉洗乾淨 蓮子要去年心,大早要去核 然後將瘦肉和以上五味的中藥材 一起放在鍋裡 大火煲開後,轉小火 煮一個半小時,調味就可以飲用了 醫治人是湛江茂名 梅州半島的特產 顧名思義 有五腎、顧精、健腦、養血安神 公皮止血的作用 對提高記憶力和集中注意力 有一定的幫助 廉子氣味甘平 勞力勞動者經常服用 可以養心安神 增強智力 桂仁這道藥食兼用的佳品 鮮品叫龍眼 乾品稱之為桂仁 它氣味甘溫 能夠補充心脾 養血安神 在神龍本草經當中 稱它為益子 努力活動較多的人士 經常食用這道菜式 就可以補充抑折 不過桂仁是勝熱的 每天就不能進食過多 而且桂仁甘甜之利 內有燭火 和濕製的朋友就要成用 好香除了喝我們今天推薦的 這款湯水之外 其實在飲食方面 還有什麼注意的地方呢 科學的飲食和你的搭配 對於增強智力 提高智力 以及增強環應速度 也至關重要 不要因為天氣熱 就不想吃主食 卵卵脂和乳酸膽鹼 是大腦營養素 對於提高智力有一定的作用 例如吃雞蛋、豆蔗品 動物的肝臟、魚和肉等等 另外還可以多吃豆腐、茄子、綠豆 柚菜、葡萄和蘋果等鹼性食物 對於大腦發育和智力 也很有幫助 益治桂蓮腔的材料 有益治人10多 桂圓肉20克 蓮子15克 瘦肉150克 山薑3片 紅棗5隻 黃醫生提點 益治人躁熱 能相陰動火 故陰虛火旺 又或者熱症尿頻、遺精 口水過多的人就要記認了 桂圓性熱 孕婦應該神食 今期節目 我們推薦的益治人補露湯水 大家不妨可以試一試 不過提醒考生還要保持充足睡眠 勞日結合 原來大家對我們節目感興趣 可以上到廣視網店的重溫 亦可以關注屏幕下方 健康動築銷的新行官方微博 留言給我們 謝謝黃醫生 好,我們今期節目看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